大家好 今天小乔要和大家聊聊 神兵洗炼怎样才最有效率 让我们开始吧 神兵洗炼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一 一开始先随便洗几个暂时用着把金石存起来 二 存到一定数量金石开始认真洗 直接以紫金属性为目标 洗到你要的属性为止 实测 大概一千金石左右 就能出一个紫金属性 慢慢一次一次的洗 比直接十次洗脸更容易出紫金 如果一千金石用完了 还没有洗到你想要的属性 就把神兵拿去重生 重生会返还70%材料 但不返还定向洗炼的材料 三 如果洗到好的属性 但却不适合这把神兵 可以去置换 把洗炼的属性换给适合的神兵 制换的材料不便宜 因为试炼商店还有金色冰符 和配饰强化时要买 请谨慎使用 假设你在攻击型的神兵 以天剑上洗出生命 虽然生命是很重要的属性 但你的优先目标是伤害加成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制换材料不够 选择无视它 继续洗 2 把它制换到一个适合的神兵上 比如紫金神兵2 太功服 3 转洗太功服 洗到你要的攻击型属性 再把两个神兵互换 省材料 洗到适合的紫金属性后上锁 接下来只能靠运气应洗了 重生已经不适用 所以第一个属性就洗出想要的属性很重要 每锁定一个属性 需要的洗帘金时就会增加 所以建议洗到三个属性后 就开始使用定向洗帘 定向洗帘需要的上瓶洗帘金属 取得不易 除了固定入手管道外 欧洲人可以在烽火宝藏开出来 有钱人可以在拍卖上用元宝买 一般人可以在军团商店买 非洲人则全都不买 顺其自然就好 要知道军团贡献也是很缺的哪 定向洗帘时 重复的属性是不会再出现的 这点要特别留意啦 洗帘金属长期缺 可以神兵商店买 欢庆佳节 号令的也优先换买 好了 说了那么多 不如我们来实际示范一下吧 你让他还是有点赞 这边是有点赞 这个人是有点赞 探索的 我也是有点赞 不过 你让他在这边 这边是有点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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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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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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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